男孩放学回家 看见地上有个番茄 毫不知情吃了下去 不一会就倒在路边 再也没能起来 男孩的爸爸拿着砍刀 在村里撕心裂肺地喊 害死男孩的罪魁祸首 正是他的亲生父亲 男孩的爸爸名叫赵齐全 早些年骗村里人去卖血 借此发了横财 为了节约成本 共用一个针头 导致全村人都染上热病 就连他的亲弟弟赵德义 都没能幸免 这个并无药可医 还会传染给下一代 得病的人只能等死 村里人恨透了赵齐全 如果不是他为了赚黑心钱 大伙也不会落到这番田地 可偏偏赵齐全的爹是村长 老村长让儿子 给大伙下跪道歉 可赵齐全却很不服气 自己凭本事赚的钱 为啥要给别人道歉 还怒斥村民们活该 明知道自己有病还卖血 这不是害人吗 然后骂骂咧咧离开了 留下村长跪在地上磕头道歉 我对不起咱们全村人 生了这么个儿子 我养了他 我救不了他 走了极端的村民 这才吓要堵死了赵齐全的儿子 村长明白这一切都是儿子的错 主动提出让得了病的人 都搬去已经荒废的学校主 由他亲自照顾 也能防止传染给家里的妇女孩子 赵德义也是其中的一员 临行前他依不舍和妻子道别 家得远远的 离开这个鬼地方 妻子沉默地低下头 赵德义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真提着行李到了学校 还是不忘嘱咐妻子 每天都来看看自己 但是一连两个月 妻子一次都没来过 失落的赵德义拜托父亲带话 好人听你的 你劝劝他 让他将来守住 不要改家 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 赵德义没能等来妻子 却等来了另一个女人 这天院子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女人名叫秦秦 不幸得了热病 丈夫小海听说这里有个热病村 就把他送来了进来 这下赵德义精神了 看着女人目不转睛 第二天故意在人家面前转悠 想和女人搭上话 但一会的功夫 秦秦就发现自己的红外套不见了 村长把大家召集出来 看着闷闷不乐的秦秦 赵德义主动脱下外套 却被女人婉拒 他想帮秦秦出头 主动提出挨个房间搜 就不幸找不出来 但是村长不想伤了何其 东西半夜拿出来送院里 我不追究 大家点头同意了这个提议 晚上赵德义睡不着 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 想看看小偷究竟是谁 于是偷偷爬上屋顶 没想到偶遇了 同样蹲在屋顶的秦秦 她自来熟的上前搭话 询问秦秦为什么卖血 女人说自己只是想买一瓶洗发水 看见城里人都有 用完头发又顺又滑 她也想试试 但是就卖了一回 结果不幸染上热病 女人又反问起德义 男人卖血的原因有些荒唐 因为他哥不让他卖 他就跑去邻村卖 之后就中招了 秦秦感叹赵齐全可黑了 说是抽一袋血 其实都快有一袋半了 听着女人说自家大哥坏话 德义只能转移话题 聊起两人的另一半 自从染上热病 家里人就唯恐避之不及 生怕传染上自己 女人为了一瓶洗发水去卖血 结果不慎染上热病 一旁的男人打去道 女人听闻眼里泛起泪光 赵德义忍不住感叹 自己才三十岁就得守活寡 其实秦秦的情况也一样 同时天涯沦落人 两颗心越靠越近 夜晚寒气有点重 德义将外套披在女人身上 这次秦秦没有拒绝 德义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在关键的时候 四眼突然半夜梦游 绕着外面开始跑步 嘴里还喊着口号 等到第二天他起床却发现 自己的红本本和钱都不见了 钱无数位的 可那本本不能丢啊 那个红本本陪伴了四眼几十年 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一连两天都有人丢东西 村长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再次敲钟集合大火 德义决定做一次恶人 带头挨个屋子搜 结果在梁嫂的房里发现了私藏的大米 一伙人气势汹汹去问罪 一开始梁嫂还想否认 但证据摆在眼前 女人委屈地说出了原因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为大火义务做饭洗碗 不仅一分钱工钱没有 还要被搜身 听着梁嫂的话 众人心里也不是滋味 好在红棉袄终于找到了 原来是被老疙瘩偷了 四眼连忙上前询问 可是老疙瘩表示 红本本真不是他偷的 自从丢了笔记本 四眼就跟丢了魂一样 茶不思饭不想 整天念叨着自己的红本本 第二天早上 得意进五喊四眼起床吃饭 看见他手上攥着红本本 掀开被子却发现 他已经躺在床上咽气了 红本本掉到地上 里面夹着一张他当兵时的照片 也许这个本子里 珍藏着他和牺牲战友们的回忆 所以他才会念念不忘 生命就是这么脆弱 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如此 他们的生命都已进入倒计时 四眼的死无疑 让大家的心一阵悲凉 可能明天就会轮到自己 所有人都来给四眼送行 一转眼快过年了 学校里的众人 也都各自回家和家人团聚 得意的媳妇回了娘家 今年不在家过年了 好在家里人还陪在自己身边 因为得病的原因 村里人一看见他们就躲得远远的 生怕自己会被传染 梁嫂感叹还不如住回学校 朝夕相处见 得意和情情的感情也愈发深厚 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 男人竟然在铁轨上跑步 身后是火车的轰鸣声 眼看男人就要被撞到 还好司机及时踩下刹车 司机探出头咒骂男人不要命了 结果男人还反过来挑衅 司机脾气上来 一脚油门踩下去 火车呼啸而过 一旁的女人 不停地喊着男人的名字 下一秒 赵德意晃晃悠悠从坡下爬了起来 这次的经历也让他们的感情突飞猛进 过完年大伙又回到了学校 赵齐全破天荒送了白面过来 说是自己的一片心意 但其实本就是镇上补贴给他们的 离开前他还不忘向众人推销起棺材 原来是赚完了活人的钱 又惦记上这些将死之人的棺材本 晚上赵德意睡不着 拉着琴琴去柴房约会 两人你弄我一 却没发现门被上了锁 第二天一早 门口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琴琴的丈夫小海拿着钥匙出现 他打开柴房的门 对着女人一顿毒打 还把破鞋挂在女人脖子上 自己儿子干出这种事 当村长的父亲也颜面扫地 两个病人趁机威胁村长 逼他交出学校的管理权 否则就把这件事告诉他儿媳妇 村长被逼无奈只能答应 第二天他们就张罗着搬空学校 把这些东西拿去变卖换成钱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着死后能风光大葬 而这一切都尽在赵琴全的掌握中 原来这两个人是他指使的 这些人活着的时候 被他骗去卖血染上热病 死了还要被压榨干净 村里的树都被砍了做成棺材 然后高价卖给患有热病的人 另一边的村长还毫不知情 晚上老疙瘩突然找上门 他自知时日无多 想拜托村长帮忙借衣服 当初他之所以偷琴琴的红棉袄 是因为年轻时 曾答应要给媳妇买件红棉袄 这才去卖血换钱 最后钱没捞到 自己还染上热病 临死前想兑现当初的诺言 这才干了糊涂事 最终村长赶了十几里山路 去琴琴娘家借来了红棉袄 看着媳妇穿上心心念念的衣服 他笑着合上了双眼 但是琴琴的日子也不好过 学校没得住了 他只能回到婆婆家 却被婆婆赶了出去 因为儿子小海马上就要娶新媳妇了 婆婆逼着琴琴去民政局离婚 无家可归的他找到得意 得意的妻子也准备改嫁 两人决定搭伙过日子 他们搬进了村头一个废弃小屋 谁知第二天琴琴的婆婆就找上门 大骂女人不知廉耻 自己的儿子可以再娶 却不允许儿媳再嫁 可是得意可不怕她 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就连撒泼的女人都拿她没办法 时间一天天过去 曾经的病友们一个个离去 最能吃最能干的梁姐走了 一向乐观的大嘴哥也没了 琴琴希望临死前 能和得意光明正大在一起 于是得意找到了父亲 如果身为村长的父亲愿意出面 这件事也许能成 之前还闹着要离婚的小海 听闻这件事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说什么都不肯离婚了 除非村长把家里的房子让给他 他找的新媳妇嫌他家屋太小 男人就打起了村长家的主意 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 村长答应了他的条件 琴琴顺利拿到了离婚证 和得意领证结婚 两人开心地换上喜福 挨家挨户发喜糖 尽管别人都很嫌弃他们 但只有自己开心就好 外人的眼光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幸福的日子没过几天 得意的身体每况愈下 病情越来越严重 已经高烧好几天 眼看就快不行了 为了帮得意退烧 琴琴折腾了一整夜 早上得意终于退烧 但他醒来才发现 心里焦脆的琴琴早已没了呼吸 爱人的离去 让得意彻底失去了求生意志 他举起砍刀追随女人而去 他们去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那里没有病痛的折磨 他们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